小琪 你在上面吗 阿易 我觉得小琪可能有麻烦 诶 这不是苏妈妈吗 怎么出现在鬼片里呢 哦 原来是苏妈妈新演的电影 明雄鬼屋即将在7月份上映 近29日 梁景华带着主要演员 曼玉童刘伟成出席明雄鬼屋实境体验特展 三人进重返电影场景 梁景华也分享首度拍鬼片的心情 我小时候非常非常喜欢看恐怖片 我到现在都还是很喜欢看恐怖片 在念书的时候 连恐怖的节目不是那时候很流行吗 然后我也都非常爱看 而且都是一个人自己看 就是有被虐狂样 我对于恐怖片是很喜欢的 然后因为自己从来都没有尝试过 所以我也不知道说 如果我自己在诠释恐怖片里面的角色的时候 我会怎么诠释 然后很开心就是这一次有拍到明雄鬼屋 我觉得当下会 但是因为现在都我都会做到 回到家的时候 只要一喊收工 回到家就是把它全部先收藏在我的盒子里面 然后等到要上工的时候 我再把那个盒子打开 角色再出来这样子 除了电影情节很恐怖 与角色吓人之外 杨锦华现场也分享当时拍摄发生的灵异故事 我记得我有拍刚开拍的前期的时候 前几天然后都是很情绪重的戏 我需要就是可能到一块比较安静的地方去稍微培养一些情绪的时候 我就选择了就是戏里面家里的客厅 然后我就跟着我的助理走过去 然后我本来想说先到那个小齐的房间 就一走进去的时候 因为通常我安静的时候 我的就是助理他不会在旁边 然后我就说没关系 在外面等我一下 我先进去一下这样 然后等到我讲完之后一转头一看 然后里面他的房间都是很黑的时候 我又深了呼吸 然后我又转出去 然后到了那个客厅我又坐下来 客厅我一坐下来的时候 我不知道也不到就是30秒左右的时间 我就觉得好像有点不大对劲 就是那个不大对劲 我也说不上来 我也没有看到形体 我都没有 只是觉得好像有你在看这里 可是这是我以前没有遇过的 因为我可能属于比较低敏感型的人 所以我觉得在演这部片的时候 像场景 第一个我进去的感受力 他其实就已经给我的百分之百的感受力很强 剧本故事就别说 我觉得那就一定是喜欢 然后有感受力 我才来就是接民雄鬼屋 然后我们在看的时候场景非常的厉害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摄影 我真的是太感动 如果这种叫声 我会一直鼓掌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 迷雄鬼屋会给一般观众 看起来是有不一样的感受 对 就让我们一起期待7月份电影上映 也预祝能下出好票房啰 所以7月29号 请大家务必要来进戏院 观赏我们的民雄鬼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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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